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想问一下朱老师 这第一次来的几个甘纳感觉怎么样 就挺激动的 对 然后跟我想象中的甘纳我觉得是一样的 所以有想去哪玩的计划吗 嗯 可能不太有时间去玩 但是会去 刚刚又去沙滩啊 海边啊 然后还会去电影工啊 什么的 所以过来有吃什么好吃的吗 嗯 还没有 对 就还没有时间出门是吧 对 还没有出过门 我昨天到了 然后今天一直在拍摄啊 然后接受采访啊 然后还没有时间 还没有去吃 这次有什么就比较期待的电影吗 这次我们自己的有一部电影我还挺期待的 电影男导演的作品 嗯 然后还有部昆丁导演的作品我也很期待 对 明天就是要走昆丁导演这个作品的红毯吗 对 很荣幸 造型是已经选好了吗 对 造型我选好 可以先透露一下吗 其实就还挺简单的 嗯 然后有些小小心思在里面的这样的礼服吧 嗯 那第一次走盖纳红毯会有紧张的感觉吗 嗯 挺激动的也挺紧张的 嗯 就是更多是激励自己吧 这次走湖南我感觉 下次希望自己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来 啊 来看看 嗯 嗯 就是希望下一部演的电影能入围这个比赛单元是吧 对 嗯 那这次有小偶遇的同心吗 嗯 明天可能可以碰到吧 运气好多 对 所以如果碰到的话会跟他们说什么吗 还是要个合影 嗯 就点头试一下就好 嗯 你平时自己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呢 其实很多我看电影还挺广泛的 很多类型的我都还挺喜欢看的 都会都会去看演 嗯 有时候有什么偏好吗 嗯 其实我也是看当时的状态吧 我自己比较能安静一下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都会偏看文艺片一些 嗯 然后感觉自己比较那个 或者说就会偏商业一点的这样的电影 嗯 那最近是就刚刚拍完戏给自己放个假吗 所以休息的这段时间是 还没来得及休息对 然后先把之前拍戏的时候 没有时间拍的广告拍完了 嗯 对 拍完了然后来干纳 然后后面可能会休息一下 然后选择一下后面要拍的戏 嗯 但是会自己放多长时间了这样 嗯 看后面的进度嘛 看后面对 后面作品的进度 那像这个就是小休假的这个星星会 准备看什么戏呢 或者看什么剧吗 我最近一直都在补啊 把之前像绿皮书啊 波西米亚啊 就是这些戏都对 一步一步的在补 嗯 你之前有说过 希望在影史上 他自己的名字吗 嗯 就是接下来选的电影 你自己的希望是什么类型的 嗯 我觉得留名字可能还早吧 对 还需要长时间去磨练 不管是表演 还是各个方面 后面 后面 后面电影 就是角色 其实我不管他是大角色还是小角色 只要这个角色我能有股敏感 然后我信任团队 信任导演 我觉得会有一个好的体验 我觉得我都会去参与这样的创作 嗯 那除了演员这个身份 就是目前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以 陆后创作者 导演或是 冰剧的身份 才能参与电影呢 不会 对 先把表演 先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先做好 嗯 你以前有提过说 演员必须有自己的生活 好好沉淀 才能更好地去演戏 嗯 所以像在这么忙碌的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在 比如说自我提升这个方面 有什么样的计划 和作为方面 对 嗯 就是在休息的 嗯 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如果 下一部电影有 就是我会根据这个电影 然后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然后去做一些准备吧 嗯 下面是一些比较轻松开来的小问题 就可以快乐快乐的形式 嗯 就是 已经播了 对 大家想问 为何井然有一个不安的眼泪 还好吧 我觉得片花里面 大家好像都是在流眼泪 我不知道你片花里面 对 然后作为一个白羊座 演一个处理座的角色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觉得还挺矫情的 因为我很难 我自己因为平时还挺随意的 但是井然又是一个 但是这个我觉得符合他的个性 和他的职业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觉得 适当的放进去 但是他那个度其实不太好把握 井然嘛 对于他的调理性 包括对于 嗯 生活方面他会有一点点的洁癖 所以他不管是 我觉得他不管生活中 还是对于感情中 他都会有一点点的洁癖 嗯 系里好像有说意大利语的片段 所以这个学了多久 从开拍之前 然后整部系 反正一直有请意大利语老师 在帮帮帮帮 所以觉得自己是有语言天赋的吗 没有 所以上学时 就是给文科成绩好 或者成绩好吗 很一般 对 很一般 然后对 嗯 但是大家觉得你还挺有艺术细胞的 像最近有就是你一次画画嘛 嗯 就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画画呢 因为我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对画画特别感兴趣 因为小时候 嗯 学过一段时间 后来 后来之后后来就没学了 其实还挺感兴趣的 然后总觉得如果我不去做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那天刚好 在家 就闲下来了 那天下午我就自己画了 找到一副自己喜欢的画 看着还觉得没那么难的画 然后画一画 嗯 最喜欢的画家是谁的 其实也没有太深入的去了解 谈不成最喜欢 但是看画展看的比较多的是像莫奈的画展看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梵高的画展看的比较多一点 嗯 所以觉得钢琴和画画比起来哪个更难 都很难 我就需要去创作的这样的东西都是很难的 嗯 好像戏里面还有就是沙拉小提琴的片段 是不是也是这次重新学的 对也是拍戏的过程当中学的 嗯 那拍戏又得学意大利语又得学小提琴 你还要拍戏还有出国拍戏 对 就每天就很忙碌啊 对 就还挺忙的 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吧 每部戏 我觉得每个角色这些新的东西加入进去 本身让这些角色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展现出来 嗯 那现在就经常有这种出国的活动嘛 那那个可乐和奥斯卡在家怎么办 谁能照顾他们 我爸妈 对 那这一次回去会给他们带礼物吗 给他们 嗯 其实最近跟他们交流的不是很多 对 最近一直 没有 没太多时间见面吧 嗯 那被龙妈妈怼过的直播以后还会看见吗 就慎重吗 对 慎重一点 嗯 那有个这么优秀的儿子 他现在还会经常怼你吗 反正还经常挺经常怼我的 嗯 那你会回队吗 嗯 不太 不太回队 是不太敢吗 对 嗯 这一年遇到的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这一年就是 一直 就是作品都还顺利的播出了 就是大家反响也还不错 嗯 然后接下来自己我觉得 都还 挺有条不紊的一直在往下走 这我就还挺开心的 嗯 云池火锅什么时候安排上 这跟直播那个冲不冲突 对 但是云池火锅有机会 我觉得 有机会安排一下 嗯 就已经说了很久了吗 就有没有一个时间点 那得问 问 得问李柴啊 那现在夏天了 微博可不考虑换个头像 哦对 不是我都忘了 那个微博得换头像了 对吧 那个太热了 潜水师遇到的最可爱的小动物是什么 其实小蜂鱼 小蜂鱼 因为他们不会到处跑 他们会在那个珊瑚中间 他们两个会一直在里面这样待着 然后还有就是海龟 嗯都很喜欢 平时会经常上网 上网看粉丝吹的彩虹屁吗 不会经常 但是偶尔会会会会看 有没有比较喜欢 比较受用的这种彩虹片 他们都很专业 我觉得 然后有时候看着自己 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好像没有那么好 对 所以印象最深的就是 对你的一句夸奖是什么 就是他们 现在我觉得很很厉害是 他们不是很 就是他们好像分析的 很头头是道一样 然后对于你的 嗯不管是作品啊 还是什么 他们都会特别有 特别有想法的去去 把他们的理解去表达出来 啊这些看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挺挺高兴 也挺感动的 他们在看你的作品 你的角色的时候 他们愿意就是往里看 然后去去挖掘这个人物当中 他们看到的东西啊 就还挺感动的 现在还没定 但是我现在 我不会很快的开始拍摄的工作 对啊现在后面在看剧本 然后也在写上 对一些作品 嗯 然后今天是520吗 嗯 给粉丝送上去你的 就想对他们说的话吧 祝你们520开心 然后不管 嗯这天 有人陪伴或者是 没人陪伴 反正都开开心心的 嗯